7月30日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双项目中 中国组合王毅律 黄东平以2比1战胜队友 郑思维 黄亚雄摘得金牌 这是中国羽毛球队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18金 评价这场巅峰对决 王毅律表示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大家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都尽力了 最后一两分说不准 我们最后关键分处理的更好一点 运气更好一点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拿到梦寐已久的金牌 黄东平表示 没有去想赢比赛 其实我一直都想着好好享受这个比赛 我会觉得很刺激 一切都是未知的东西 好有意思 好开心的那种感觉